野心膨胀。雷军设立相机部,欲将小米打造成世界一流拍照手机。 手机拍照功能越来越被重视,今后的人们更愿意要一部搭载相机功能的手机,还是搭载手机功能的相机。 5月13日晚,小米创始人雷军发布公司内部信,在手机部门之下成立一个单独的相机部,原手机部产品项目部负责人朱丹担任新部门总经理,升任副总裁。 雷军特别指出,越来越多的用户在选购手机的时候,会把拍照功能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,因此,小米要顺应趋势提升手机的拍照品质。 拍照分享成为生活常态。 如今的互联网时代,社交已经逐渐演变成了网络环境中的分享与展示,人们乐于将自己的生活公知于众,吃喝玩乐等内容都会随手记录,随手分享。 文字的表达在传播者和受众方面需要经过一个头脑转换的过程,还不一定能让人清楚地理解。 所以,像照片、短视频这种直接展示,不需要经过太过思考就能理解的内容往往具有病毒式的传播效果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 同时,这个时代正在简化我们的出行装备。 过去,我们出行要带钱包、身份证、公交卡、银行卡,想要购物还得带上各种商场的会员卡,而现在,我们只需一部手机就能满足出行的所有需求。 人们都爱拍美照,可身边往往只有一部手机,于是,它的拍照功能就变得十分重要了,甚至成了许多人够及时的首要考虑因素。 手机品牌,手机品牌纷纷瞄准相机领域。 日前,IDC发布了中国手机市场第一季度的跟踪报告。 智能手机厂商的前五名依次是华为、OPLO、WIVO、小米和苹果,它们总共占据了85.8%的市场份额。 其中小米的出货量为1320万台,同比增长了41.8%,但是,它与前三名相比仍有差距,特别是第一名的华为,其出货量达到了2120万台,小米与其有近一倍的差额。 国产手机市场,华米OV四大手机品牌角逐之极烈自然不必言说。 手机正逐渐成为一个快销品,其更新速度以季度甚至以月来计算。 高速迭代的过程需要强大的创新力来支撑,然而多家厂商共同瞄准手机这么一个小领域,其创新的统治化现象就十分严重,竞争也更加激烈。 Opio一直打着拍照手机的口号,获取了大批用户的青睐,Wivo也逐渐向该方向转型发力。 3月27日,小米2S在DXRMAC上的拍照评分达到了101分,创其新高。 但它的这一地位仅仅仅保持了几个小时,随后,华为发布了P20 Pro,其来卡三摄功能碾压小米。 DXO作为法国知名的图像处理软件公司,其推出的相机画质排名长被业界引用,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 虽然小米的风投不如华为,但是它也挺进了DXRMAC手机评测的十强行列,拍照功能机身行业的第一梯队。 雷军深感自身危机,及时发力。拍照功能不仅被头部企业看中,一些市场占有率较低的手机品牌,也企图通过强化拍照功能来抢占市场。 相机功能成了手机行业角逐的焦点,雷军深知其乃大势所趋,但小米的拍照功能却一直为人所诟病。 于是,这一次它很下心来,精准发力,立志要将小米手机的DX相机功能打造至世界级水平。 前段时间,有传闻称小米想要收购运动相机品牌GoPro,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,但如今小米强化相机功能之心却是千真万确的。 5月10日,雷军发布微博,展示了Canally's欧洲智能手机第一季度出货量报告,小米和华为在苹果和三星等品牌下降的同时展现出逆增长的实力。 小米位居第四,增长率报表,报告首次出现了,正999%的表述。 小米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进一步扩张,逐渐成为世界级的手机品牌。 想要保持世界级的地位,就必须拥有世界级的实力。 从这一点来看,小米手机补足相机短板变得尤为迫切。 手机相机冲击专业相机市场 随着手机厂商对拍照越来越重视,手机的相机功能越来越专业化。 利用AI技术,手机摄影也变得简单容易,普通人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摄影知识,不需要调整各种相机参数也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。 同时,许多智能手机的摄影功能比许多普通相机要好得多,这催生了一个新的摄影领域,手机摄影。 前段时间,陈可欣三分钟刷屏网络,这部用手机拍摄的微电影虽然是一个广告产品,但它却直接证明了手机摄影摄影功能的强大。 手机相机功能的强大也对相机市场造成了冲击。 作为运动相机的领军品牌,GoPro近年的销售量急剧下滑,为了止损,公司采取了诸多措施,砍掉了无人机业务,裁员250多人,CEO尼古拉斯·伍德曼的年薪降至亿美元。 去年10月,尼康关闭中国工厂,4月底,卡西欧宣布退出卡片机市场,5月7日,深圳奥林巴斯宣布停产停工,而这是其亚太地区数码相机业务的总部。 截雨。 相机巨头纷纷离场,手机拍照功能逐渐强化。 受制于手机轻薄的机身,其相机功能在目前看来,仍旧无法与专业单反相机相提并论。 但是,技术也在创新与进步,手机相机的飞速发展已经颠覆了摄影行业原有机制,让摄影逐渐成为大众行为。 感谢观看